这个是GPD新出的Winmini 我这台型号是7640U 内存16G 运行Lumen 这是添加了很多特效以后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场景 百分之百宣传率 然后场景跑到17W 可以跑到18帧左右 这个帧率应该说可以 运行一些简单的场景 TDP我这个是没有开28W的 我这个只有20W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它最多只会吃到17W 18W 应该吃不满20W 帧率就是说 勉强是可以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设计的 如果把它的分辨率调低到50% 然后把品质调低一点 调到中 帧率应该可以来得更高一点 可以达到40帧 这个帧率来说 应该已经很足够进行一些简单的创作设计了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还是 当然Lumen这个软件的话 它是一个实时渲染的 所以它等于说是 它不像3DMark说 或者是别的渲染3D软件 要点渲染 它才会吃到很高的一个CPU或者GPU去渲染 Lumen的话 它是点开的话 它是全程实时渲染的 等于说它的GPU和CPU一直是吃满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做一个 当然现在的物体很少 但是感觉还是可以的 如果把一些特效移除掉的话 帧率可以来得更高一点 甚至说做动画的话 可以看到 也还是可以的 总体来说 Lumen这个CPU7640U的话 运行这些三维软件 大型的也好 或者是普通的也好 是没问题的 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场景 制作或者说建模 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平时的话 当然用我们的主机 我们的主机可以进行一个 可以看到进行一些 大场景或者主要的一些工作设计 然后Lumen 然后这个GPT-1 MIDI的话 我们可以用它 进行一些简单的 或者说一些预览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这个场景 想做一个池塘边 然后一些提提光 一个简单的 让你知道你能大概要个什么样子 然后的话 当然主要的一些工作设计的话 那还是得要 移托一些主机吧 至少要有个显卡也才行 核显的话 还是略显吃力 很吃力很吃力 不过你看这个帧数 还是很夸张 可以跑到50帧了 39 38 可以看到吗 37帧左右 接下来我运行一下 它因为这个是场景 很简单 然后运行一下它的 它自带的一些 比如说这节 Lumen它会自带一些场景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能宣传 能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吧 我现在是插电状态的 然后应该也跑不满20帧吧 打开也是可以打开 你看大家看一下 毫无压力啊 打开 但是如果说是给到一些特效 会不会 这是Lumen 现在的话 你看是Lumen自带的 自带的场景 然后它一些镜头啊 一些特效 它都是自带的 也还是能达到30帧左右 当然这个分辨率很低 我们把分辨率调低 调到百分之百 然后品质调高一点 这个时候 帧率也能达到20帧左右 如果你说移动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只能跑到大概十几帧左右的样子 但是这个 说真的 用来做一些简单的 你的主机在进行渲染的时候 你可以用 Win Mini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预览 来看看你想要的效果 它在你 你在主机上的一些工程文件 一些工作文件 都可以在Lumen上来打 都可以在Win Mini上来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是可以进行一个操作的 毫无压力的 增水点低吧了 当然渲染的话 还是我觉得 对于Win Mini来说 渲染的话 还是很难的 不过你看它预览 也还是能达到30帧左右 我也是第一次用 这个Win Mini打开Lumen 所以我也想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它都是它自带的 这些 Lumen自带的程序 它自带的一些特效 它都给你设计好了 像镜头这些 它都设计好了 可以达到28帧 29帧左右 人物模型也是 你看 也是可以 有人物模型在的话 也可以跑到27帧 这个特效很好 我很喜欢 我渲染一下 看一看 这个是12秒 如果渲染这12秒钟的影片 我们点到 点到这个 帧数调低一点吧 调到25帧就可以了 渲染一个720p的 渲染个1080p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会要渲染多久 嗯 F吧 E 保存 它大概会渲染多久 1000多张这个 13秒钟一张吗 有1196张 然后渲染了4张 那剩余时间 那剩余时间要多少 它怎么还没计算出来 感觉好慢 它渲染了10张 它渲染了10张 10张用了50秒 那么1196张要用多少秒呢 我拿笔算一下 10张要50秒 10张50秒 那么1196张要多少秒 等于 1196张要59800秒 是多少分钟 我再算一下 我现在是拿 我的手机在拍摄着 所以我拿手算 大概要16个小时 大概要16个小时啊 啊 哦 是我算错了吗 它这里显示 还只剩 还剩下一个小时 那我怎么算出16个小时 也就是说 你看渲染一个1080P的 全特效 的Lumen的影片 12 我记得是多少秒 12秒钟的吧 12秒钟的一个 全特效的1080P的Lumen影片 渲染大概要一个小时 47分钟 老实来说还行吧 如果说你的GPD-1mini 买来不是打游戏的话 你想拿来做一个生产力 一些大型的三维软件 都是可以流畅操作的 但是你要说到渲染 具体的一些渲染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吃力的 但是也未尝不可 因为机器买回来 总是要让它干活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GPD-1mini 7640U这个型号的话 还是可以 对于我来说 还是完全能够起到 一些工作上的用途的 而且它的体型非常小巧 非常的迷你 走到哪都可以拿出来 操作一下 不知道7840U 应该提升也不是很大吧 总之这是我第一次 打开这个Lumen 后续的话 应该还是经常会用到的 机器买回来 就是要干活的对吧 所以我觉得GPD-1mini 大家如果想买来 进行一些办公上的 一些轻度办公 当然是没问题的 而一些重度的 比如说做一些三维设计 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一些三维轩软 一些大型的文件 工程文件 你要去轩软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吃力 但是操作上的话 你是完全可以去运行 那些软件去操作的 就是这样 一个小时 我是怎么算出16个小时来的 它这里写的一个小时 就可以轩软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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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